也好 欢迎收看8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政府去年向中央争取真色文化健康站 到现在扩增到90站了 为了考量服务长者及家庭照顾需求 随着疫情降级在2号开始 有条件开放文件站的服务 原则上保持三级防疫作为 工作人员疫苗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 希望可以降低染疫风险 同时也要满足部落长辈的照顾需求 花莲县府自去年向中央争取真色文化健康站 至今已扩增至90站 花莲县长徐正蔚日前访试花莲各地文件站 视察降警戒后即将开学的防疫作为 8月2日起有条件开放文件站服务 原则上保持三级警戒防疫措施 花莲90个文件站 2日开学的只有15个站 个别文件站工作人员疫苗覆盖率 需打80%以上才能提供服务 我们文件站就是服务人员 也都100%的施打过疫苗 而且超过14天以上 对所以才能够进到站 我们站上就是有部分 就是少许的长者没有施打疫苗 可是就是我们还是会有送餐的服务 到达他的家里 我们万荣乡明临文件站 因为他们的凝聚率是比较 比较足够的 应该是说他们公所有发起一个 叫做部落防疫小组 所以文件站有搭配跟公所的合作 所以文件站除了在做站内的事务之外 他们还有跟部落的人一起去在 那个部落的出入口 去做部落的防疫 然后还有体温的检测 跟一些消毒啊 一些防疫的工作这样子 那除了做这样 他们还有轮班 轮班制 那除此之外 他们除了提供定案 还有送餐的服务 这是名利文件 那比较特别 跟其他站不太一样 他们自己发起的一个部落防疫小组 那凤灵镇 我举例凤信文件站的服务 其实也做得很到位 例如他们在防疫期间 除了送餐之外 他们还会提供酒精 帮长者提供那个小瓶的酒精罐之外 他们还会提供口罩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民生用品 再来呢 除了造福员提供服务之外 部落的长者其实也是有功能的 他们会把自家种的菜 送到文件站 给文件站的造福员 去做一个中午的餐食的备料 就是提供给其他长者 所以在这期间 除了造福员是提供服务之外 长者也是服务提供者 目前华联县文件站 各站因竹因地制宜 提供服务项目 由简易健康照顾服务 延缓老化、失能活动 营养餐饮服务 共餐或送餐 电话问安及居家关怀服务等 持盼维系部落文化的传承 降低染疫风险的同时 满足资源匮乏地区长者 照顾的需要 这次讲帮燕姐安相报导